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养育着13亿的人口 我们的先祖如何诞生于此地 我们的土地又有多久的记忆 追溯过往我们是谁的子孙 回望过去我们如何写下文明的荣耀 今天的我们与过去的我们有何不同 过去的我们有着什么样的秘密 大家好,我是墨小说 今天我们来探索华夏民族先祖的秘密 在河北省张家口的倪河湾 我们发现了我们原古祖先的活动地点 1978年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 众多食制品与动物化石 证据表明这是远古石器时代的遗物 面对这一欣喜的发现 人们有理由相信 这片土地还有更多的秘密等待揭晓 果然2001年 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一具 远古猛马像谷歌化石 令考古人员格外惊讶的是 这句化石保存着坎杂和刮消的痕迹 这就表明200万年前 这里就孕育着文明的萌芽 然而 这些化石仍不能确切说明 我们祖先的真正来处 在古老的书籍《山海经》中 记述着我们的由来 传说盘古开天后 天神女娲江神 见到万物的美景后被决孤单 于是依照自己的模样用黄土捏出了人 尽管记录在典籍当中 这也仅是一个传说 我们生活在的地球是已知唯一拥有生命的星球 生命出现大约在40亿年前 人类的历史不过数百万年而已 人类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一种古猿 由于历史的悠久 我们几乎找不到它们的遗迹 它们生活在远古的丛林之中 它们活跃在树枝之间 依靠采摘为生 1975年中国云南陆丰陆续出土一具残缺的古猿海骨 若干河骨及牙齿 这种栖息在树上的猿类 被叫做辣马古猿陆丰种 可是 值得肯定的是 我们当今的人类主要依靠双族走路 在陆地为生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与猿谷的先祖产生了差别呢 大约在数百万年前 地球的气候发生剧烈的变化 森林面积退化 食物短缺 为了继续生存 古猿不得不从树上来到地面 由此它们开始运用四肢 并导致四肢功能的分化 进而解脱出双手 主要依靠后肢承担行动的职责 值得一提的是 在众多双族动物当中 只有人类得以直立 这要归功于我们富有弹性的脊柱 直立行走 为人类文明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双手的解放 我们得以运用工具 直立的古猿得以看得更遥远 发现更多猎物 正是由此 人类的进化进入了新的阶段 直立人出现了 在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 人类进化分的阶段 这是有个历史过程的 比如说最早的时候 在上世纪中叶的时候 分三个阶段 一个是猿人 然后是古人 再就是新人 后来南方古猿被发现后 也被内入到人类的这个范围里面 在这前面又加入了一个阶段 等于就是四个阶段 1965年 地质工作者在云南楚雄原谋县 发现了两枚不同的牙齿 著名古人类画室学家胡承志 对他进行了研究比对 发现他与北京猿人牙齿标本十分相近 随后当地又出土了七件石器 这几件石器人工打质的的痕迹十分明显 学者将其命名为原谋直立人 据推测 他们生活在大约170万年前 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发现的最古老的古人类画室 200万年来 地球气候多次变化 我们幸存的祖先被迫在千玺中度日 原谋人依靠比古猿更智慧的大脑 灵巧的双手 和武器坚韧的在云贵高原生存 运用武器的狩猎模式必须依靠更灵敏的大脑 大脑的不断进化最终让人类成为地球上最可怕的杀手 1929年 北京西郊周口店的洞穴里 陪文中发现了北京猿人的头盖骨 北京猿人由此被发现 据介绍 北京猿人的脑容量仅有现代人类的一半 但他们已经基本具备了现代人的结构 他们直立行走 奔跑 使用工具 在周口店龙谷山的山洞里 考古人员发现了被火烧过的灰烬层 这说明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已经开始使用火了 然而此时的北京猿人更多的是运用自然火 但不论怎么说 获得运用造就了如今的人类文明 他们帮我们更好地消化食物 吸收营养 让我们头脑飞速地发展 又经过了几十万年的时间 早期制人出现了 此时人类体制上遗留下来的原始特征逐渐趋于消失 石器制作技术明显提升 尽管中国境内出土了大量的古人类化石 但这类早期制人与人类仍有着巨大的差别 那么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祖先又是怎样的呢 1996年潘文石教授在广西喀斯特地区研究时 发现了一块极其特别的古人类夏河谷 这个夏河谷距今约十一万年 是东亚现代人类的祖先 制人 这说明早期现代人在十万年前已经出现在了中国 大约在四至五万年前 我们的先祖由古人进化到了新人 即现代人 新人的足迹遍布广袤的中国 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山顶洞人 1936年甲兰坡龙古山山顶洞发现三个完整 山顶洞人的头盖骨化石 山顶洞人的脑容量达到1300到1500毫升之间 这说明他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已与现代人基本相同 据推测 山顶洞人的活动范围十分广阔 他们在此期间人口不断增加 食物更加多元 工具更加精细 在山顶洞人的遗迹中 人们发现了骨针 还发现了大量的装饰品 甚至是墓葬 这些惊人的发现 表明他们的人际关系更加密切 血缘家庭纽带更强 表明了人类最早社会组织 士族公社出现了 中国的大地上 人类已经繁衍生息了上万年 他们一步步由原始走向现代 从古老当中一点点迸发出文明的火星 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 遍布远古人类的遗迹 我们或许与这些古老的人类并非同一人种 我们之间相距甚远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我们同他们一起被这块母亲般的土地补育着 我们在这里存在 在这里耕耘 在这里建立文明 在这里留下气息 最终我们也将在这里失去 我们或许终将成为他们一样的过客 同样 我们也终将被记录下来 在这片幽远的土地 在这沧海桑田的变换之中 谢谢你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